最近中共的黨報還有黨刊事連番發文 聲稱絕不允許互聯網出現抹黑攻擊黨和政府的言論 並且重新炒作馬列主義 表示一定要將這個筆桿子牢牢的抓在手中 對此有評論認為 這些言論恰恰道出了中共發起所謂的 清網運動的真實目的 中共當局明顯的左傾態度 將有可能會導致新一輪的整風或是文革運動 再次席捲中國大地 9月16號中共黨刊《求是》雜誌發表了一篇標題為 《讓網路空間清朗起來》的評論文章 文章以網友的口吻把網路輿論比作文革大字報 並認為網路大字報傳播範圍更廣 速度更快 危害更大 但共產黨黨史研究者指出 文革大字報與網路輿論無法相提並論 網路輿論體現出的是民眾的心聲 都是在中央的直接和間接的控制影響操縱下發生的 只是在其後有很多的大字報出現的時候 才有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大字報 是民眾自己的心聲借這個機會發出來的一點 對他們的不滿的聲音 但是今天的這個網路上的很多的言論是民眾自發的言論 《求是的》這篇署名為《時評》的文章作者指責人民總是對政府不滿 網上充斥著所謂負面新聞和批評聲音 人民對政府的過度批評有違所謂的事實 而民眾則認為網上的負面聲音正是當局長期以來的倒行逆施所造成的 人民有權發洩自己的不滿 如果你真的有政績的話 那麼你就不怕民眾來談論那些個問題 如果你真的有成就的話 也就不怕人來監督 不怕言論自由 在西方在每一個正常社會生活過的人都知道 如果要是這個政府有成就的話 他們是不必怕民眾起來講話的 而且這個政府有它的合法性的話 那麼它也不怕被人批評 這篇評論還力挺飽受輿論及法律界詬病的 兩高關於網路犯罪言論的司法解釋 作者認為網路立法是順應民意的體現 並且說要堅決佔領網上思想的輿論陣地 絕不做事所謂敵對勢力利用互聯網扳倒中國 中共歷來都是打的民意的旗號來反對人民 在中國謊言製造的最厲害的就是政府 就是那些個操縱網的那些個人 而那些個製造謊言的人 利用謊言來統治民眾的人 今天說出這種話就是因為他們看到民眾要真實的事情 民眾要公正 民眾呢要言論自由和對他們的那種揭發和揭露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也發表了報社社長張延農的長文 堅持黨性和人民性相統一 張延農援引電影1905年發表的文章說 黨的報刊是黨的事業的一部分 一分鐘也不能站在黨的隊伍之外 他認為新聞工作者人民性高於黨性的言論 是在否定黨性 企圖擺脫黨對新聞事業的領導 他們肯定是不能夠代表人民的 如果他能夠代表人民 他們就不怕來講人民性和黨性的這種 是否是有一致性還是它的區別性 旅居德國的當代極權主義思想研究者鐘維光指出 中共執政幾十年來 一直是以維護一黨專政的意識形態來進行統治的 任何可能損害一黨專政的思想和言論 都會立即遭到鎮壓 他們感到威脅越大 採取的血腥鎮壓的手段就會越加強烈 今天中共當局崇敞左傾意識形態 更顯出他們內心的惶恐 為了維護岌岌可危的政權 二次文革未必不會發生